好来看到花莲的南区玉里镇代表会定期大会 17号是由副主席江文博代表林彩英来进行总质询 那副主席呢一开始就先针对长辆里 每天都有很多辆的砂石车进出 非常担心附近的居民的行车安全 也要求公所能够协调 另外林彩英则是继续追踪 玉里镇公所已经取得建造的玉城聚会所的新建进度 玉里镇代表会定期大会17号是由副主席江文博 以及代表林彩英进行总质询 副主席一开始就先针对长辆里 每天都有多辆的砂石车进出 就非常的担心附近的居民行车安全 要求镇公所能够协调还给居民一个安全的道路 他砂石车经常在那边碾压 都三五十吨这样子在那边咆哮着 我们的断面那个伸缩梦呢 全部都被挤压成一个小块出来 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热热溪行驶到 我们的土制厂那边 看能不能用这样子在焊起的时候 从那边行驶过去 另外代表林彩英则是继续追踪 玉米镇公所已经取得建筑执照的玉城聚会所新建的进度 认为公所不积极并且有舒适 因为一拖再拖 他这个就是一个程序问题 你不要每次跟我讲程序问题 程序没有完成真的是 你也是搞建筑的 拿到你这个程序 你建筑师来到你找不到吗 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为什么拖到现在呢 现在就真的程序有在走 我七月份也在问 问了 到了现在你看几月了 程序 你每次跟我讲程序 建筑师跑掉 你自己搞建筑 你正常自己搞建筑 建筑师都找不到 我真的怀疑 公所针对长梁地区砂石车出入平凡一事 会后再去了解协助来解决 另外玉城部落聚会所的建造部分 公所是承认舒适 目前建造的部分 还要重新向县政府申请建造 一切都还在走程序 也答应代表会尽快来执行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现在我们下方的原本就有话 看到颜色的一点 看到颜色的充塞 币区达